上次说到 我说我大概已经知道 我们碰到的是什么了 但是我要他们 等我说出来的时候不要怕 肥仔说 哎 惊 鬼打一场我们都不怕了 还怕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你儘管说 就算是死了 我们怎么说都可以做个明白鬼啊 不是狐狸狐途的做个糊涂鬼 在闫罗王那里 人家都不收啊 我对肥仔和大金牙说 我怕我说了你们两个都理解不了 其实我都只是根据我们遇到的这些现象 作出来的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说出来你们两个看看有没有道理 肥仔和大金牙就等着我将想到的情况 说出来了 但是我呢就没有急着说 反而先问了大金牙一个问题 今天呢 我们在盘蛇坡旁边的村里 看到一座残缺不存的石碑 还有在闽殿中看到的宫女碧画 以及前殿中那座制度宏伟的宫殿 都是实打实是唐代的嘛 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会看走眼 对不对呢 大金牙闹头说 没错啊 绝对绝对是唐代的东西 工艺 结构 还有壁画上的人物 服装 如果不是唐代的 我将自己两个眼泪挖出来 给你当波子玩吧 不过说呢 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 我得到大金牙的确认 没等他说完就接口说了 但是偏偏在这个唐代的古墓上 露出了西周的石角 或有西周岩画的墓道 渡动半截的地方 还凭空露出了西周古墓的外场 大金牙和肥仔 二口同声地说 是啊是啊 那就是撞鬼咯 我说了 我们别不信且 说不定这次真的是撞鬼了 不过这只鬼呢 可能比较特殊 特殊? 咦? 胡爷你是说这个墓主那只鬼 是唐代的 还是西周的? 我摆摆手说 都不是 可能是我用词不准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形容 说鬼也确实不是太恰当的 因为我听不少人讲起过 这个不是什么迷信的理论 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 还有不少专家学者 专门研究这种现象 暂时还没有专有名词 我想可能用幽灵来称呼它 就更加合适了 咦? 鬼和幽灵不一回事? 老虎你到底说这里 有谁的幽灵呢? 我对肥仔和大金牙说 谁的幽灵? 我看是一座西周古墓的幽灵 不是人死后变的那种幽灵 而是这座西周古墓 本身就是一个幽灵 这个就是摩金衣行里头 传说所讲的幽灵厂 是依附在这座唐代废灵之上的西周幽灵厂 大金牙听明白了几分 越想越觉得对 连连点头说 传说中有幽灵楼幽灵船 还有幽灵塔幽灵车 说不定我们真是碰到幽灵墓 肥仔越听越糊涂 就问我和大金牙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不可以说些他听得明白的东西 大金牙对肥仔说 我做了这么多年那碗生意 深信一个道理 这些精致的玩意当中 汇聚了考手像人的无数心血 年代久了 就有了灵性 或者说是有了灵魂 这件玩意一旦毁坏了 不存在于世了 可能他本身的灵性还在到的 就好像有些豪华游轮 明明已经遇到海难 葬身海底很多年了 但是偶然 还有人在海上见到这条船 他依旧航行在海面上 可能船员看到的 就是这条船的幽灵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看来我还是很有先见之明 我刚才见到石角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 可能是这件事的年头 久了 成了精 你们两个又真的 那时候我说得都很明白的啦 你们硬是就没有反应过来 我真是忍你们两个不信 我跟大金牙听了 都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好笑的 这个时候大金牙也都说了 听胡爷一提起这件事 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以前呢 我们家里有个亲戚 从湖南来北京封台办事 在封台住在一个招待所 当时他开的房间号码呢 是303 那天太晚了 已经是晚黑十二点多钟 他眼睡到呢 对眼都瞎不开 迷迷糊糊的 就直接冲去三楼了 上了楼 迎面一看就是303了 门还没有锁呢 都没想那么多啦 推门就进去了 一看桌面还有杯热水 拿起身滑滑一声喝了两口 踏在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 被人叫醒了 发现自己睡在三楼的楼梯上 啊?老金 你说的这位亲戚 是不是遇到了幽灵楼呢? 是的 招待所里头的服务员 就问他了 为什么躺在楼梯上啊? 他将经过一说 开始大家都还以为他是梦友 一看303室的门是锁住的 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没移过 铺盖都没打开 结果就糊里糊涂地走了 还给了一晚房租 后来他又去封台 还是住那间招待所 聊天的时候 听说这间招待所曾经火热过 后来又换照原样重新起过 除了规模上扩大了之外 其余什么都没变化 连门牌号码都一模一样 每年呢 都出现几次客人明明入了房了 早上就睡在外边的情况 但是又没有什么伤亡意外事故之类的事发生 所以都没有引起重视 大家也从来不当一回事 我曾经听这位亲戚说过 纯粹当茶余饭后聊聊天 我始终没有太在意 现在看来 我们也遇到了这种幽灵墓了 大金牙又对我说 还是狐爷见机得快 你看吓我 都吓得暈晒了 现在刚刚才回过神里 老女头 还是一坨乌 就算让我想爆头 都完全想不到这些东西 我说了 哎 惭愧啊惭愧啊 我都是迫到没路走 才想到这一层 我现在的头还很痛 所有情况我都想好了 觉得我们应该就是遇到幽灵重 否则怎么可能两个古墓重叠在一起呢 两朝两代都看上这一块风水保地 这种情况当然都有 尤其是这种内藏冤的形势 真可谓是宝墓佳月 极为难求的 想通了最关键的一点 其余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龙岭这处内藏冤的宝月 很可能在西周的时候就被人看对了 不过那时候 还没有唐代这么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 但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是自从有人类那天起 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了 西周的某位王族死后被埋向这里 用人面石各成脸 毛月的构造就跟我们见到的差不多 外围捉起巨大的外墙 里面分为三层 在最底一层放置大批的陪葬品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以牛马动物和器物为主的 中间一层停放装脸毛主的人面石各 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 即使有几件毛主随身携带的重要陪葬品 也应该是随毛主尸体在石各之中 第三层就是连接堪导的入口 我们现在所在的石阶 就是位于上中两层之间的位置 这位壮念在人面石各中的毛主人 本来可以在这里安息千年 但是在唐代之前的某一时期 出于某种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战乱 可能是因为杜牧 甚至有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 这座毛被彻底毁坏了 后来到了唐代 为皇家相迎度地的风水高手 也看中了龙岭的这块内藏渊补月 于是为皇室中的某位重要女性成员 在这里开山收领 但是灵墓收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这处内藏渊 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用过 皇室灵寻工程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 一是劳民伤财 已经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浪费了 二来换灵会影响毛主人的 比起这些更加不祥的一月两母 即使是先前的古墓应不存在 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算将风水师诸九族也无法挽回 多数是督办收建灵墓的官员和风水师 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 于是互相串通 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蒙蔽皇帝 让皇帝再闷钱 在帝道重新收一座新的灵墓 我们遇到突然冒出来的人面石国 但有岩画的墓墙 以及封着导洞的巨石 原本在导洞中放置蜡烛的位置 亦都被一块巨石取代 你一齐都是这座早已被毁的西州古墓 是这座古墓的幽灵突然间冒出来的 大金牙听了我的分析十分赞同 但有一件事联系不起身 既然这座存在一座 早已被彻底毁掉的幽灵寵 唯什么唐灵都快见完了才发现呢 而我们一入导洞 这座幽灵寵就突然冒出来 那未免太巧合了吧 大金牙说的是一个难点 这一点不想通 我的猜测就不成立了 就算再不幸 都不可能这么巧 平时没有 或者说平时是时有时没有的幽灵寵 偏偏我们前脚进来 他后脚就冒出来 按道理 所谓的幽灵寵 虽然摸得到看得见 但并不是实体 而是一个物体残存在世界上的某种力场 并不是始终都有的 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漸次出现 最多可以出现多少呢 是整座西周大墓都呈现出来呢 还是只有半座 亦或是更加少 这些无从得知了 我对大金牙说 这里是龙麦的龙头 又是内藏渊 可以说是天下无伤 藏风聚气 这座西周大墓 诚以生气 气行地中 又因地之势 聚于其内 视为传气 气是六合太初之清气 化而生乎于天地万物者 乃万物之远 这种气 就为太初清气的形态之一 古墓建在这种顶级宝地 就会染有灵气 所以毁坏之后 虽然以失其认 但仍然可以融于月内的气脈之中 这是不奇怪的 其就其在 这座幽灵宠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 换句话说 平时他是没有的 而是我们触动了些什么 或者是做了些什么特殊的事情 那他才会突然出现的 大金牙对我说 高啊 胡爷 从我们所见的种种迹象表明 西周古墓被毁之后 以度一定来过三批人 其中两批 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摩金教委 这两批人 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 但是同样都遇到了幽灵宠 而且还被困在其中 另外还有一批 就是建造堂墓的那批人了 他们自然是大队人马 将大堂皇家的灵墓 见到这种程度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他们都快将墓收完 才发现这里有座幽灵宠 之前施工的过程中 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我点头说 是啊 林管先后肯定是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将幽灵宠引了出来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 正话在渡洞爬了没一本 身后的石墙 就突然冒出来 将我们的路倒死了 大金牙苦苦思索 你座西周古墓 一定是被人彻底地倒毁过 连一砖一石都没有留下的 受建堂墓的人 以为这里只不过是巨大的千年山洞 既然是风水位 又省了一些滑山的麻烦 他们那些人肯定是后来才发现幽灵宠 还有在鱼骨庙打渡洞的摩金教卫 包括我们三个 肯定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 才将幽灵宠引发出来的 但是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呢 我对大金牙说 你不用急 既然已经有头水了 我想只要找出根油 就可以让幽灵宠消失 建造唐灵以及在鱼骨庙打渡洞的人 可能在发现幽灵宠之后 都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可以离开 我们也可以好好地想想 肥仔说 依我看可以用排除法的 古代人可以做的 我们也可以做 这些应该首先考虑 一些现代化的东西 古人是不可能用的 所以可以排除 不用浪费心机去想 我没想到肥仔都有这么高智商的时候 行啊肥仔 我还以为你只是懂得吃的 原来你竟然还懂得用排除法 肥仔笑着说 嘿嘿嘿 那都是饿出来的 我觉得 如果人一大饿都慌 脑就很灵的了 反正我吃东西的时候 脑就是最不好洗的 大金牙港 还可以将范围缩窄些 收堂墓的人 是在工程快结束的时候 才发现幽灵宠的 我们呢 就是刚刚进来渡动的时候 就被困住了 哟 就你们两个这样的水平 还学人来赌斗摩金 真是正式猪脑来的 那我再提醒一下你们啦 古代人又洗的 我们又洗的 那还可以有些什么呀 那是明摆住在那儿的吗 那就是蜡烛咯 真是正式朱锦春呀 蜡烛 我都想到过啦 不过应该不是蜡烛 难道古代人在山洞里头施工 不点灯火吗 蜡烛多多少少 随时随地都会用到的啦 虽然不知道唐代建造灵墓的时候 具体的情况 但是绝对不可能在工程快结束的时候 才用到蜡烛的 应该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不过蜡烛这件事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是不是唐代有某种传统 想修建大型灵寻之时 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点蜡烛的 这样根本是不合常理的 不会有那么古怪的规定的 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规定 我那本祖传的残书里一定会有记载的 正当我们在此思前想后 一样一样地排除的时候 忽然肥仔拖着的两只大白鹅 互相打了起身 肥仔就骂了 你老美啊 你们两只扁毛畜生在打什么 一会儿肥爷我就将你们两个烧了来吃 两只大白鹅就吵得更厉害 完全不理会肥仔的威胁 肥仔见到这么个人 笑着对我和大金牙说 老虎啊 老金 你们见过没有 我只见过斗鸡而已 这回来一场斗鸡 原来我都这么好斗的吧 我见到肥仔拖着两只大白鹅 就如同黑夜中画过一道闪电 对肥仔说 我 我 肥仔就说了 我我我 曲行向天歌 百无浮绿水 我说了 不是啊不是啊 我是说我为什么没想到是我啊 你们知不知道在古墓地宫 即将员工的时候要做什么啊 他们要宰三生祭天 绑三禽獻地啊 大金牙失声说了 啊 胡爷 你是说 我们带的这两只鹅 将幽灵重引了出来啊 我说了 是啊 我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在鱼骨庙打道洞的那位前辈 道洞挖到地宫之后 为了试探明殿中空气的质量 也都一定是用我们赌斗的老办法 以活禽探气 带着鸡鹅鸭之类的东西进来 那才被幽灵重困住了 在古代修建灵墓的时候 在地宫构造完毕之后 都要在墓中宰杀猪羊三生 捆绑三禽于地 为的是 是请走古墓附近的生领 请上天赐给此地平安 使墓主人安息 不会被打扰 这种说法叫做三生通天 三禽达地 猪头 牛头 羊头 同时供奉 是十分隆重的 可以将信息传达到上瘡 三禽呢 即是献祭给居住在地上的神领 禽畜可以令真语的鱼器连结 所以陪葬坑之中必葬禽畜的 大金牙说 野为眼 家为我 野眼唇仰 就成了我了 三禽中的我 是最有灵性的 传说我 是可以见到鬼的 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们无意中 带了我进来渡动 惊动了这座西州的幽灵寵了 我捉起一只大白鹅 拿出散兵刀 理得它是不是 将两只鹅劏了一丝就知道了 举起刀就要动手割到鹅颈器馆了 大金牙好像突然想到些什么 连望按着我的手说 等一会啊 狐爷 我突然想到 我们错了了 没可能的 我们这么辛苦才想到解决的办法 现在大金牙又说我们想错了 我们想错了些什么呢 那我们下次再说吧 我们下渡见 我先来说吧 我们下渡了 我们下渡了 居然 Trac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